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家人叫他来的 为什么叫他来呢 希望让他死了心 最好教授跟他说 你都买错了 你都买不对了 而且统统买贵了 他们家人说 这样从今以后 他就不要再花那么多钱 断到整间房子都是宝物 所以我们今天好好来鉴定一下 到底他是买对还是买错呢 好 我们先来介绍 再见来到节目现场的 超强大鉴定团 台湾师范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 曾素良 曾教授 嗨 大家好 好 我们欢迎住在台南的 林荣文 陈建源 你好 你好 听说 你们家人希望你不要再买了 买很多 买到警示人 买到家庭 买到家庭 所以今天教授 教授今天应该是最没有压力的一天 今天你说买错了 买贵了 他们家人在电视机前面会高兴地笑出来 说 拜托 买个贵 让他一次死了心 不过其实他心里是希望都买对的 所以增值翻几番 本来收藏文物艺术品 也就是一个很高难度的兴趣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买的不是买得很好 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在研究 包括我在内都在研究 所以没有关系 其实教授没有讲完全部 除了研究之外 还要想办法跟老婆小孩 要共同 想办法说服他们接受这件事 不然他们就说 要这么晚的不可以吃 要这么晚的不可以拿来喝酒 都转到整家庭 主要是挡到暖天下路 连走路都挡到 你们家嚇死人的地方 所以你们家走路是要这样走的 不是 要侧面走 要侧面走 不然不小心会撞到你的宝物 那半夜起来上厕所要小心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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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几百万没了 所以说我们买这个也是很不对 因为家里面都反对我自己对而已 他今天终于忏悔了 灯蕊 我们来看看 你是不是会死了这条线 明代的东西像这样的小碗小盘 虽然在当时量很大 可是现在看到都是破的 所以这件是道地的明代无财 这种物质很少 然后 它是人物纹 人物纹就会比较贵一点点 哇 大家不要怕 老婆 这些 这些蛋糕蛋 我们先来看 这个物件是 成仁文还是 成仁的 成仁的 成仁这个是 当时在文化中心 梁山坡知音台 四九 他在文化中心 四九啊 对 四九 李坤 四九 李坤 当初演四九的那一位 对 那一位 文化中心邀请他 到文化中心去张 所以那是四九的收藏 对 那为什么现在在你手上呢 当初我跟我太太去 去参观她的展览 看得很中意 她说想个爱 我就要买下了 所以陈夕你给你老婆的感情还好吗 对 有没有为了 对啦 没有 有没有为了买收藏品 吵架 我太太说 买一栋房子来换这个古董 她老婆说 没关系 买一间房子来放 我老婆会喜欢古董 很喜欢摄影 这是同号 对 那她有没有买对 她说是在展览会场买的 那她跟你说这件事什么呢 她是清朝到人家喜亲在用的 所以她这个是有 有金 韩金的原料 对 还有她的画 她当时说用手指画的 还有她的体质 像正版桥字体 对 她肉款就在这里 这个肉款就看不懂 是正版桥吗 不是正版桥 只是正版桥的风格 有点像正版桥 那当初买多少钱呢 35万 35万吗 35万 大手笔 那你们家有没有 喜庆 婚宴把它拿出来摆过 没有 这个很珍贵 我都把它收藏在书柜里面 你都拿出来摆 教授 你看什么叫做金泥画呢 没有 就是 他把这个 金的颜料把它画上去 但它那个含金量高不高 我想还好嘛 所以没有那个黄金的价值 对 没有 所以用手指做画 倒是蛮特别的 好 来 我们请教授见价 请教授 教授见价 请见价 5万元 教授他买35万 对 因为买这种画呢 我们第一个要看这个画家的艺术性 第二个是他的知名度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 艺术性来讲 他的画还好 没有说画得非常好 第二个知名度 他是民间的一个艺术家 所以这些 条件组合起来 他的价钱 可能你买的有点贵了 另外你说这是清朝的 但是我们看他这个红色的这个底色 是蛮新的 但是他的那种圆表是清朝的圆表吧 不是 不是 教授怎么看啊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东西 我们看 你看这个表背的方式 这个表背的方式是比较简单的方式 这个拓底的方式非常简单 而且这个轴也是非常简单的 并不是一个老东西 顶多只有几十年 而且你一拿起来的时候是很轻的 比方说他表背的这种质量 并不是很高 如果在当时 这幅画是很重要的话 大家会很珍惜 所以他表背的方式 不会像这样表背 这个表背是非常简单的 而且比较粗略的 你可以看到 它上面是凹凸不平的 没有表着很平 然后这个轴也不是用的好的轴 买艺术品 尤其是画的时候 除了注意知名度之外 就是说他整个画风 是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看到的画风 是比较普通的画风 比如说你这个是完全精彩的话 它也没有层次的变化 各方面的这种效果 艺术性的效果不是很突出 所以如果你买三十五万 我觉得是有点贵的 好 没关系 我们再来看第二件 好 那这一件是 我摄影的同好 他在台南是 他爸爸是老收藏家 那我去他家 他都拿一些古董 让我练试 那当时故宫博物业 都有征求他的作品 所以这一件是 这一件我是向他 像他爸爸买的 你跟他爸爸买的 这是什么 这是汉代铜镜 铜镜 流金的 那我看到又很喜欢 说到这个铜镜不容易 它有流金 汉代还有它有明文 所以这是权贵人家用的 对 不是一般人 对 还有它的尺寸 比较大一点 那所以给他爸爸买多少钱 也是三十五万 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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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是不是有明文跟没有明文 那有文物上 它所代表的意义是 明文的话会比较贵 因为明文可以去 根据这个明文可以知道 这件东西的确实的年代 或者是他做这件器物的意义在哪里 为什么做这件器物 所以他写子孙大吉 因为当时都是在祈求吉祥的 汉代的时候比如说子孙永宝 或者是长寿吉祥 这些都是以前常常用的一些吉祥语 都会放在上面 所以这个明文是一方面代表当时的用途 另一方面可以看 它这个年代 这叫树地文 柿子的那个地 那个地 然后的造型在那上面 那个年代喜欢这种华文 这种文式 树树平安 树平安 所以这个文式也代表当时的 流行花色 它的工看起来也蛮细的 对 工很细 我们请教授帮我们减价 好紧张 教授减价 请减价 3万元 那你这3万块 他买30几万 对 因为这件 因为大陆的这个青铜器 青铜器的制造技术 仿制技术已经越来越好了 我们现在看到这件的 当然看起来蛮好的 但是如果一件东西像这样旱境 经过了2000年以上 它上面这些铜的部分 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另外我们再看它上面这些纹饰 当然它给仿得很好 仿得很像 但是这些流金 每一件金子都还保留得非常好 为什么没有一些脱落的地方呢 这我说 那时候我都给它盘 你有这个保用吗 对 不是 这个金子是这样 因为金子当时是一种流金技术 它当时是一种就是低温烘好的 把金子贴上去 对 但是经过了2000年 这个金子会松散 因为有水汽各方面的 它会松散 但是你可以发现这几个金子 是完全亮晶晶的 另外红镜上面的底色 底绣 因为它经过2000年 它会很多的绣石 老化 可是你会觉得这些底绣是不够的 当然也有一些铜镜保持得非常好 它会有很多地方很漂亮 可是会有一些地方 它会显示出老化 去弥补那个亮的地方的一种 好像太新的感觉 可是这一件没有 只有中间这个地方会有铜绣 所以这个中间会有铜绣的话 会显得非常刻意 这个铜绣是把它做上去的 就像我们翻过来的一样 这些铜绣显得非常担保 这个都是在20世纪做的 这就是学费了 缴学费 没关系 反正你老婆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个家里比较严重 这件是谁呢 这个我 你也 元代的女友 此周遥 余文 余文 这是元代 你有研究就是吗 有看书来 谁来的 还有食物钓的 你为什么因为这是元代 有什么特征 这个封尖 一斤到头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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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比较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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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头大 身体小 对 这个是什么皮 鱼文 它是元代的鱼 跟现在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 元代的鱼比较大字一点 对 像这个海草什么话 特征有一点像阿拉伯数字 这个你看 我也看不懂 有点像阿拉伯数字 也就是说它的画风 跟 画风 画风 都有 后来其实是不太一样 它那个绿 有哈利光 那像贝壳一样 那个七彩光 我们去吃那个牡蛎 那个壳 它里面有韩蜆嘛 所以它那个光跟我们 一般所看到 这样的光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它会有七彩光 那个宝光啊 宝光滑出来的 滑出来的光不像 灯光那么亮啊 它有点暗暗的 不不啊不不啊 但是很漂亮 看一看就像一个美人 站在那边一样 像一个美人 有点像 美人受邀 受邀 跟 幽蝶家 对 靠都没带 对 你要多少 因为买10万 跟那个古董店买的 买10万 这是煤瓶 装酒的 装酒的 煤瓶 这个老板 煤瓶的特色就是这个 要很细 以前这个老板 他也很喜欢喝酒 我就是喝酒给他买到了 给他喝很久 你给他喝很久 帮我很久 有的 所以买是买10万块 9千不要花多少了 9千花很多了 我老婆的菜钱都被我花光了 那一天都没有买菜了 老婆的菜钱都被花光了 拿去买了 这样说煤瓶 他会称为煤瓶 他应该有一些特色吧 煤瓶就是口很小 然后他的这个封间 他时代 就是时代背景 高高的 从宋代开始出现这样的煤瓶 宋代才是 宋代比较修长 那原代稍微比较胖一点 然后经过的辽金时期 也是很修长 可是辽金时期就把它拉得更瘦了 然后到了原代的时候 因为原代的人不喜欢这种 太鲜秀的东西 就把它压了变得矮胖 原代比较不醜用 到了明代又更矮胖了 他这是整个的变化 气形变化 好 来 我们来见价 好 请见价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 妈妈留下来 对 它是 颜色很白 很漂亮的钻石 近度应该是VVS2 还是不错的 这个还不错 很漂亮的一个钻石 很漂亮 我妈妈真的对我太好了 从宋代开始出现这样的媒品 宋代才是 宋代比较修长 对 那原代稍微比较胖一点 然后经过的辽金时期 也是很修长 可是辽金时期就把它拉得更瘦了 然后到了原代的时候 因为原代的人不喜欢这种 太鲜秀的东西 就把它压了变得矮胖 原代比较太醜用了 到了明代又更矮胖了 它这是整个的变化 气形变化 好 来 我们来见价 好 请见价 2万元 最近 这件是 你有研究要做很多功课 对 比如说这件 你说是原代的 没有错 这件是原代的 原代的绿佑 原代的绿佑 可是我们在看这个风格的时候 第一个 除了看气形之外 就要看它上面的这些花纹的装饰 比如说这件是画花 它是画鱼纹的 画鱼纹的 原代的鱼纹虽然画的比较粗犷 鱼画的比较大致一点 你说的没错 但是我们要看那个原代的画工 在画这个鱼的时候 那个风格 你要掌握 我们现在看来这个鱼的风格 看起来不太像原代画工画的 而是现代画工画的 因为原代画工画的东西会有一种 古代人做的东西 会有质朴的美感 你这一件看起来没有 有点草率 有点故意去做成草率的味道 所以这个就是有点怀疑了 另外在这个鱼 这个鱼上面有很多的旧旧的感觉 那你也要小心 故意做旧给你看 所以这些东西 你反而要用一些放大镜的工具 去看它是不是做旧的 那这件我们刚刚用这个放大镜去看 它有酸腐蚀过的 坑坑巴巴的那个现象 所以它会让它觉得很旧的感觉 所以这件就是做旧了 然后我们看这后面的 底座 这个圈竹 这个圈竹不够老 不够老 我们看这个图 就知道不够老 那整个看起来 虽然您假如说天佑会亮亮的 可是天佑会亮亮的 其实现在做的也是会亮的 所以不能用哈利光 或者是贝格光 来判断一件东西的老化 我们现在带来几张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件 这就是元代的 所以你那个气形 其实跟元代有点点差距 你那个下面太修长 还保留了那个 送到辽津的趣味 然后你看那个鱼蚊 是不是看起来比较质朴可爱 那你那件鱼蚊看起来有点 故意把它做的草率的味道 这是一种感觉 所以我以前也跟大家聊过说 其实我们那样收藏古董 不能只有收瓷器的时候 你就研究瓷器 书画是一个基础 所以这些东西都属于绘画的范围 如果你不了解 你看到这种东西 你就很容易受骗上当 因为你看不懂那个画的味道 好 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就是宋代的 你看它的味道是比较修长 比较优雅的 刚那个元代的比较矮状 比较豪放的感觉 这件是辽代的 他就把它弄得压缩 比较瘦长了 有没有 宋代的虽然修长 可是还有保佑风源的味道 因为宋的前面是唐代嘛 唐代胖胖的嘛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点 它从风源一路做修长 到这个细瘦 到元代的阿胖 所以你这件虽然是元代的 可是它的气形 化工还有绿柚 都不太对劲 所以这件事有点问题 这样一比较就发现 它的脚真的太细了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一件 这件是谁 这个是明代青蛙 4C罐 这当初是六万块买的 4C罐是 4C罐是上面这个 这个是4个耳朵 它是在钓 钓的 钓起来用绳子 喝酒用的 也是多少酒用的 它有两个鸳鸯图案 鸳鸯纹的图案 你也做了功课嘛 你为什么相信这件有汗在楼 因为同它那个花色 这个是国产料的花色 这是那个年代的国产料 因为那个进国那个苏 马尼青都用完了 所以用这个花为 那个书本上写的 所以这个是国产料 对对对 所以国产料的颜色就是这样吗 那明代的那个 应该初期 那时候的料 它是沙底 要灰裙 它不要灰 所以它那个蓝没有那么蓝 没有 它像是马尼青那么蓝 还有呢 你还看什么地方 今天气味很好 你要给你看的 它那个青蛙都有 度质比较低 它那个 渗透进去 它如果是新的磁器 它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它都要浮在表面 所以那个青蛙已经渗进去了 渗进去 那是要时间吃得多的吗 要时间 你没有时间 你如果妈想要做这样的好够 做完现在的青蛙 放的也没得到 没得到 它的圈竹 它的底座 例如是很看的 因为沙底的 它中间它有结胎 结胎是 它是结两结 两结胎 两结胎就是明代的课证 是 它研究的蛮好的 教授其实它做了很多功课 是的 没错 没错 但是如果它今天 每一件都公估的话 差不多 他老婆说 我看完了 不用回去 他老婆说 我看今天不用回台了 直接开到宜蘭催完 乌尾催了 不敢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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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烟监江东父老 没有烟监 不敢 有人说 小林博物馆 英大红称作小林博物馆 对 哇 小林博物馆 怎么买不到 我们请 请建价 一万元 真的被烙吧 被烙吧 这件当然您研究得很好 这个里面的一些特征 你刚才都说了 包括这个底 这个底是老的没有错 这个底是老的 也是结胎的 明代的时候的罐子 通常是结胎的 上下结的 没错 但是我们当然 我们看到这一件的时候 你会觉得 它是老东西没有错 是啊 可是你越看越久了 你会觉得说 好像不需要 这个四个戏 他说挂起来的吗 对 没有 因为以前明代的罐子 不需要这四个戏 明代很多是盖罐 或者是没有盖的罐 把它蒙起来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四个戏的戏型 第一个就会引起 我们的一些怀疑 但为什么这四个戏 然后我们再看 上面的花纹 这个花纹是莲齿水禽 事实上这一件莲齿水禽的纹路 像这样的花纹是元代的 那就开始产生问题了 就时空错乱了 时间错乱了 然后这一件上面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柚 你会觉得它不够白 它很灰 有没有 那明代的罐子 很多是景德镇做的 也有一些是南方做的 但是它基本上没有这么灰 没有这么灰 就是不会这么灰 它会比较白 而柚呢 比较厚一点点 所以你这个柚 跟那个不太搭 跟明代不太搭 另外你去颠这个东西 它有点重 所以它有点重的结果 就是你看里面 它那个底的问题 就是这个底 这个底它特别的高了 因为明代的罐子 底不需要那么高 它比较矮 所以它有点高 表示什么呢 这个底是接的 这个底在接上来的 所以它底会比较重 就是因为它下面接了一个旧底 它上面必须去 勾勾的 大家涂一涂 磨一磨 就加重了它的重量 所以它稍微比 我们一般的罐子要重 不是只有明代的罐子 元代的罐子以上 如果很重 那就是有一些问题 这样 危险问题 对啊 不用担心了 不用担心了 我就担心了 我们来看这件好不好 好 好 来 这件是谁的 你的好 来 这个是明代五彩小盘 明代五彩小盘 那时候跟朋友买的五万块 五万块 这么一个小小的碟子五万块 上面是画的小朋友 公屋小盘 没有什么皇帝的名字 是大清泉的 这面干的 面干的 要一个照片 为什么叫功屋呢 这上面有那个铜锡 铜锡盘 它上面都练工屋的 小朋友在玩游戏 三个小朋友在玩游戏 这很少 小朋友在玩游戏 是 有无财 无财带情话 对 请建家 十万元 哇 十万元 你说你要多少五万吗 一万块 终于成功一件了 不要怕了 老婆 这一件 这一件就是对的 这一件就对了 这一件就是对的 这一件就是明代的东西 而且是明代的五彩 就像您讲的 那我为什么顾得比较贵呢 因为明代的东西 像这样的小五彩小盘 虽然在当时量很大 可是现在看到都是破的 这种故事很少 然后它是人物文 人物文就会比较贵一点点 那这件相当完整 口言也没有缺角 也没有破损 也没有裂开 所以这件呢 是道地的明代五彩盘子 小盘 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你讲 这件是明代的 你把这个右色跟这个右色比起来 你可以拿起来比 我们现在来比一下 今天最没有 也要来最靠一下 这种右光 这个比较纯 你看这种右光 跟这个右光 你觉得这个旧还是这个旧 这个旧 对不对 这个右光是有问题的 是有问题的 这个右光 你看这个右光 是纷纷的 那个金金 所以那个是有问题 而且它有做过旧 它做过旧还那么亮 就是因为做旧 所以它整个看起来就没有生气 这个虽然没有做旧 你可以看它 它有生气的 所以真正看起来老的不是老的 看起来很漂亮很新的 老的 是不一定是老的 这件蛮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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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小心放了 不要不小心 走路又去踢到爬去的海 好 谢谢陈静远 林荣文 谢谢 大熊老家谁才是行家 我是老关陈本娟 在今天邀请这位收藏的达人 他非常特别 因为他是《风水世家》里头 非常有名 不是真的是连续觉得《风水世家》 是家里真的是《风水世家》里头 兄妹三人都是 勘语借名师的《易经大师》 所以她说她上个月才刚得到 《易经十大名师》的殊荣 所以我们等会来 好好看看她的收藏品 跟一般人很不同 好 我们先来介绍 我们在今天的超强大监听团 邀请到 主管设计艺术总监 廖文良 廖总监 大家好 邀请到 台北市当座工会荣誉理事长 秦思琳秦老板 大家好 好 我们来欢迎 在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 命理老师 谢袁珍 袁珍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袁珍一家都是风水老师 是的 兄妹三个人都从事风水 是的 那有什么不同呢 你跟你哥哥袁珍上过我的节目 他上过太多节目了 对 那你跟他的专长有什么不同吗 应该就是一模一样 因为我们家三兄弟就是 研究易经 是 没错 地理开明 对 家学渊源 所以你的收藏品 跟一般人也不太一样 是的 你会收藏一些像糖卡 绿杜姆 甚至一些法器 所以我们先来看 这幅糖卡 我们请 请老板帮我们来看一下 那上面是画的 是 我们讲上面画的是 莲花生大事 那原则上糖卡 其实有分成国卡 那我们讲国糖 我们讲一般来讲 国糖它就是我们讲 就是断面的 然后像布一样 那它是可以像卷轴一样的 那另外一种就是这种纸的 但是问题是这上面的这些 我们讲 都是矿石去磨成的粉 所以我们讲这个可以 保存了很多年 那这个是我有人送给我的 大概送我已经 因为太久了 大概有二三十年了 所以我有点忘记 大概就是它的价值 大概是在哪个价位上 对 可能要请 其实我只是 很深的宗教衣服 补充一下 是 是 糖卡这个东西 在西藏密宗而言 是一个家家必备的东西 那寺庙里面那更多 我们到布达拉宫去看 对 很多很多糖卡 那些糖卡都是几百年以上的 对 那糖卡是拿来做什么东西呢 其实是修密宗密法的时候的 灌想的一种法器 什么叫灌想呢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 莲花生大师的这个 这一幅糖卡而言 当我们在修这个密宗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我们的上师 是莲花生大师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这个糖卡作为观想 所以我们在修持的时候 旁边有别人 别的神佛 比如说我彌陀佛 释迦摩尼佛 海神金刚 这个是明飞 那这些人在旁边帮我们护持 让我们自己在那边很安定的能够修法 这是一个修法的一个糖卡的一个功能 所以也方简我们修法 并不是拿来装潢用的 也不是拿来好看用的 也不是拿来下人用的 所以它是一种观想用的 观想这个东西在佛法修持上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释迦摩尼佛在修订的时候 他说观想在第几层天 第几层天说法 这些都是观想 并不是他突然之间就飞上天了 去去说法去了 不是这样 这个是糖卡的一个基本用意 OK 我们来看这个糖卡的 它的价值会在什么地方 它就是画得好不好 画得好不好 它是跟它的这个基础训练 跟它自己的那个慧根 有十分重要的关系 比如说就以这一幅画来讲 我觉得它画得非常非常的细腻 画得细腻 你比如说这个梁花生大士 你可以看 他拿的是天杖 这次拿的是天杖 天杖是上面三个人头 代表什么呢 代表贪嗔痴三种境界 这是三毒 这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在修持之前 一定要先放弃的 就是贪嗔痴这三件事情 他右手拿的是金刚灵 金刚楚 金刚灵 那这个金刚楚就是代表 金刚的意思 并不代表说它是可以打 就是当作武器 就打别人 不是这个意思 金刚就代表说 我的心智是非常非常的坚定 坚定到比金刚十还坚硬 就是它的宗教信仰是毅力不摇的 所以它这个是有这个象征性的东西 然后再来就是说它其他的有关相关的 比如说莲花生大师 他入藏 创了这个所谓的密宗的西藏佛法 他到这个西藏的种种的一些过程 下面的人物都有参加 因为莲花生大师进入西藏的时候 西藏还是一个多元教 它是一个就是原始教 有个本教 本教上面比较古老的教 它是一种比较好像对大自然 这种各种神 和里面的神奇的一种崇拜 所以他去了以后 他用很多的方式去排除了这些邪魔外道的干扰 所以这下面就是有他在修行的时候的这种境界 那他画得非常的漂亮 刚才您就说了 他画这个画 他除了要有很高的艺术的技巧以外 最重要的是他的整体的画 它是用全天然的画的质料 比如说矿石或者植物 能够把它画得这么的漂亮 这个非常难得 我相信这一张画是一张非常漂亮 而且很有名的大师画的 一般唐卡在完成以后 会受到仁婆茄的祝福 仁婆茄就会在唐卡的背面 爱上一个手印 就表示仁婆茄的加持 这次一幅很漂亮的画 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让人感觉非常舒服 这个是一个对于宗教的一个 所谓的安定人心 进化人心是一个很有功能的一幅唐卡 我很欣赏 这几年唐卡其实也涨蛮多 对 没错 价钱也蛮高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虽然是朋友送的 我们还是要建价 我们建价 我们不是说把这个价值算出来 我们把它这个价格 大概做一个评估好不好 好 来 我们来评估一下 请建价 五万元 好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唐卡 谢谢你 谢谢 我们都会还有其他的唐卡 我们先来看 这是袁真的收藏 是 没错 袁真 您这个钻石是哪里来的 那我这个是 我妈妈 自己买给自己的 没有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 妈妈留下 对 它是给我当嫁妆用的 所以就是她特别去选了个特别漂亮的 妈妈给女儿的嫁妆 是 没错 这个是个白钻 很漂亮 而且很白 这个 看看它有多大 一颗多 一颗多 也很白 颜色很白 很漂亮的钻石 之前秦老板曾经教过我们 拿一张纸 我们也可以拿一张纸 剪一个洞 剪一个洞 然后我们来评估一下 大概它有多 你说我们有白 摆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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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这个钻件呢 戴一个围巾 戴一个头套 戴一个围兜兜 戴个围兜兜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算是白 算是白 对 我觉得在1克拉左右 1克拉左右 1克拉左右 还不错 还不错 进度呢 进度应该是VVS2 进度应该是VVS2 还是不错的 这颗还不错 所以妈妈 妈妈很精心地帮你 选择了一个嫁妆 是 没错 是 这很开心 给袁正的嫁妆 袁正的嫁妆 袁正的嫁妆 这个我们也来评估一下 大概现在多少钱 好不好 好 请见价 漂亮的一个钻石 很漂亮 我妈妈真的对我太好了 是 妈妈都是对自己好的 是 但是有一个重点 你妈妈除了送你 有没有送给你哥哥 送给你的其他的兄弟姐妹 这个应该是每个人都会有 因为我妈妈非常公平 所以应该是大家都有 你不要挑起兄妹纷争 是 哥哥比较会赚钱 哥哥不用妈妈给 是 好 那这一件呢 这个是我大概去尼泊尔 跟西藏的时候 就是去收藏来的 那那个时候因为是一个 中国的友人陪我一起去的 所以他是因为他认识 所以他介绍的 那 这是 就是法器 法器 那我们法器有分成就是 就是文森在 例如说念经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讲武森的时候 他在就是在施法的时候用的 所以一个你看那造型 这个是文森用的 这是武森用的 因为你看他有个 像个刀子一样的造型 所以这是武森在施法用的 这个是文森 对 没错 好 那我也补充一下 是 那我们来看一支 像这个 这个叫做金刚月 对 金刚月 金刚月 月就是一种斧头 对 你看这个地方 就像一个斧头 是 没事 金刚月 金刚月是肚母在拿的 白肚母 黑肚母 绿肚母 他们拿的是金刚月 金刚月 其实我们看西藏秘中的所有的神器 手上拿的法器 大家会以为是武器 说是要跟这个什么恶魔战斗 其实都不是 它是象征性 我刚刚就讲惯想 就是它象征性的告诉你说 你要去跟你自己内心的那些恶魔去战斗 探承情 这个战斗不一定要拿武器 但是它为了要让你知道说 你要跟自己战斗 跟你自己的那一个比如说邪恶的 或者说比较不好的这些东西 去跟他做一次所谓的争执 然后能够排除这些不善良的东西 那你就需要用你的这个 比较好的意志 所以说拿的是金刚月 金刚月就是 砍除所有的不良的思维 金刚月 那这个是金刚柱 这个是出于金刚柱 金刚柱就比较很多神佛在拿金刚柱 这个也是代表性 就是说对于自己的那种修行的那种意志 不断的精进 不被受外来的因素所影响 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常在佛教里面提到说 释迦摩尼佛在进修的时候 有各种的神魔来影响他 那他自己就受到很大的这种引诱 然后他自己能够最后 利用他自己的意志 然后能够破除这些 所以有这个所谓的 释迦摩尼的所谓的触地印 触地印 当释迦摩尼佛在右手放在地上的时候 所有的天地就开始有着非常大的雷声响动 这些恶魔就通通就全部都不见了 这就代表说他在修行的时候 你一定会受到别的东西的一种侵犯 比如说我们打坐 我们坐在这边 能够静静地去默想一件事情 或者去念一段佛经吗 不行 杂念越来越多 所以你要去断除这些东西 它是象征性地让它能够断绝 这个是一个修持一个很重要的法门 所以这些都是用具体的东西来 帮助我们内在的无形的心灵做提升 但其实这个是很难见价 我们还是要见 我们也试试看 其实这边外面有卖 外面是有卖 它还是有一些市场的价值 是 当然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而言 它是无价的 但是我们还是做一些比较俗人做的见价 你这里面还有宝石 对 那个是橄榄石 橄榄石 好 我们就一起来评估一下好不好 那请秦老板 请见价 一万五千元 这是这两件吗 是 好 那我们再来看这一件 来 圆甄这件是 这个是佛牌 佛牌 是 是泰国的 这原则上其实并不是属于我所有 这是我哥哥的 如果你有看过他上节目 其实他有时候会呆在身上 那但是因为就是 这个佛牌其实 因为就是刚好我前几年有个灾难 所以他就暂时把这个送给我 然后来就是避灾 然后就其实就有顺利的度过了那一次的灾难 可是佛牌我其实有听过朋友讲 对 说佛牌不能乱买也不能乱弹 对 因为佛牌有正的 有音的 对 这个是怎么分的 原则上这个是一个古佛牌 你可以看它里面是粉的 是粉牌 所以我们讲有粉牌有金属牌 所以粉牌一般是比较古老的 因为实际上正牌的话 它是用例如像说 它可能用一些 里面有一些草药 或者是说我们讲的像金属的灰 那甚至有一些舍利在里面 那这个是正牌的 那如果你看那鹰牌 其实你可以看到里面 其实是会有一些骨头 或者是有一些毛 甚至是皮毛发 那是使用 是用尸体做的 对 是用鹰料 所以我们讲说原则上 大部分使用鹰料的 大部分都是鹰牌 所以它有时候鹰牌如果没有 就是用好的话很可能反噬 就让自己更不好 反而可能造来厄运 所以如果是正牌 那就可以帮助我们 顺利神官发财 那如果是鹰牌就要小心了 对 没错 古曼童什么我都听过 因为其实这个佛牌是 泰国特有的宗教习俗 对 没错 那这条项链呢 项链原则上 它当初我哥哥 当初他跟我讲说 这个它其实是用持骨去做的 可是虽然它是用到这个人的骨头 可是问题是有经过进化过的 还是可以当成是正牌来使用 对 人的骨头 对 是 这个是人骨 这么多耶 这么多人骨 人的齿骨嘛 齿骨 对 这也有一点带有西藏秘宗的味道 是 就是西藏秘宗有一种 那个 嘎巴拉的那个 嘎巴拉那是头盖骨 对 嘎巴拉不一定 嘎巴拉项链的话 它是用眉心骨 眉心骨 嘎巴拉的那个是用眉心骨 那这是用直骨 那反正不管是用什么骨头 可能在宗教上有一些特殊的意义 是 这个我就不是很懂了 这个我就不是很懂了 好 不过这是南传佛教比较特有的 对 对 没错 那 好 所以 这个怎么建家了 还是要建 我们可以试试看 因为在泰国也可以买得到 也可以买得到 一品店里面可能也会有 可能会不会是人的子骨 我就不知道了 我常常在网络上看到说 幸运心 就是说它是银牌 那一定是银牌 幸运心 银牌 对 可是银牌在我们讲佛牌里面 它是比较有效力的 对 那因为我们讲银牌 其实它是需要去供奉的 对 要供养的 那如果是正佛牌是不需要的 对 所以它是比较有效力 但是问题是 如果没有供养好的话 很容易反噬 所以一般来讲 还是希望就是 我是不介意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再来建价 评估一下好不好 好 来 请建价 度女是观世音32项之一 那白度女的特征呢 就是它有七颗眼睛 非常难得 而且我看见它是满久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一个 黑糖卡 黑糖卡在西藏而已 是一个比较古老的 糖卡的制作方式 好 和射的建价 评估一下好不好 好 来 请建价 2万元 好 因为这里面就是 有一个所谓的人质股的问题 对 这个我就不大敢评估 但是一般来讲说 用瘦股的话 可能是在2万块左右 但是我们不能说买 我们说是请 对 请是 一串这个项链回来带平安 是 那个 其实 带佛牌 我觉得 应该 如果你真的有宗教信仰 我觉得是 蛮有效力的 因为还有菊骨 所以我想说 是要怎么肩价 是 好 我们再来看糖卡 再看 你还有一副糖卡 好 这边还有一副 好 这边还有一副 我看其实它应该是白肚母 因为它并没有颜色 所以它整个是用黑色去呈现 但是你有发现 其实它的额头上面 其实有个眼睛 手掌 有没有 两个手掌跟脚底下都有 都有眼睛 对 我们讲白肚母 其实我们讲说 其实就是七眼肚母 那它应该是白肚母才对 你讲的一点都没错 这一副糖卡很特别 肚母是观世音32项之一 那白肚母的特征 就是它有七颗眼睛 七颗眼睛 你看它额头上就有一个 七颗眼睛 手脚都有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它可以观望 可以观望非常多的世界 所以它只是 我们讲说佛法这个东西 它只是给你一个概念 并不是用数字来代表 比如恒河沙鼠 不是真的叫你用去数这个沙 如恒河沙鼠的意思是说 很多很多 但宇宙很多很大 是这样子来思维的 那这个有七颗眼睛的意思 就是说它可以观望非常多的世界 看到非常多的苦难 然后它上面是这个 中哥巴大师 也有莲花生大师 也有阿弥陀佛 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黑堂卡 黑堂卡在西藏而言 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堂卡的制作方式 因为在原来西藏在本教的时候 就比较上黑 所以有黑教之称 那这个黑堂卡呢 全部都是用金粉 大部分用金粉做出来的 哇 上面都是用金粉 是 是 这个非常不容易 而且成本也比较高 那在这个 尤其我们来看这个杜姆的神情 这个我觉得它画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漂亮 这是一张非常难得 而且我看见它蛮久的一张 一张这个堂卡 这边有很久 其他画堂卡的画家 是不是跟一般的画家不一样 是 他很特别的画家 堂卡的画家 一般一定是笃性密宗的 这个所谓的小圣佛法 第二呢 他一定是在寺庙里面 经过很严格的训练 然后画出来的画呢 都经过所有的喇嘛加持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 这个堂卡不一样的 不是画画就算了 不是一般的画家 是 这个画的就很漂亮 画得很漂亮 这个非常久了 应该有三四十年了 对 三四十年了 而且他当初跟我讲 这个非常非常珍贵 是 那还是要请老板 来 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 试试看 很漂亮的一副堂卡 很有价值的一副堂卡 是 好 所以今天 原生带来的东西很特别 是 其实这是很难见价的 这个可以让我们开开眼界 让我们知道说 原来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很棒的东西 包含你看看 不同的收藏 是 不同的收藏 不同的肩胶方式 但是我想这个价格只是参考 对 没错 因为宗教这东西是无价的 宗教包括法器都是无价的 对 好 谢谢袁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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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